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母体比例的信赖区间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介绍大样本的状况 跟前面也一样 信赖区间,我们是怎么算的呢? 首先把我们的点估计算出来 这一部分我们谈探讨的是母体比例的问题 母体比例 这个P就是母体比例 点估计这个地方是样本的比例 我们叫它P hat 假设我们已经求好以后 因为是大样本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P hat其实它的抽样分配 它是一个 这是normal的 就是所谓的常态 那么它的这个期望值 就是母体的比例 它的变异数是n分之P乘上Q 其中Q就是一减P 这个地方我们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 好,那既然是它是一个常态 那么我们透过一个叫做转换的一个方法 把它改成的是一个Z的一个做法 就是标准的常态 那么标准常态的这个统计量 就是怎么算的呢? P hat减P除以根号 N分之PQ 那么在这里来说的话呢 P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谁呢? P hat 那么当然 E减P hat 那就是Q hat 这我们就为了公式上面的写法的简单 那各位同学 这样看起来比较单纯一点 所以跟我们的Z的前面的X bar是一样的 它的信赖区间就是P hat减一部分 加一部分 前面有一个Z表 后面就是我们所谓的S除以根号N 那这个地方就直接算出来了 N分之P hat 成长Q hat 这个部分都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减一个加而已 那么我们就实际的去做一个例子 来让各位同学了解我们怎么操作的 假设我们想要估计的说 拥有自用车的比例 那么我们随机选了500个 那么这个地方N就是多少呢? 500 好 现在我们发现有350个家庭拥有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350个 500个里面有350个 那这个地方是P hat就知道了 就是500分之350 那么就是0.7 那么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 拥有自用车比例的95%的信赖区间 这个地方我们P hat已经知道了 P hat这个地方是0.7 那么这里的话呢 95%的信赖区间 以大样本来说 我们把这个表叫出来 其实我们用的非常多的一个数字 95%就0.025 也就是中间0.475 其实我们用到 已经非常熟练了 0.475的位置 这就1.96 这边是1.96 这1.96 这是0.7 减掉1.96 这个地方我们要用的是 N分之 P hat Q hat P就是用的是 我们的这个地方的比例 P hat 那Q hat就是 1减掉0.7 那就0.3 一样的 右边是用加的 左边用减的 那这个地方 我们按一下计算机 0.7乘上0.3 然后再来除以500 看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之后 再开一个平方根 按一个根号 按完以后 再乘上1.96 这个数字 来一个 加了一个0.7 跟减一个0.7 这个我们算一下 这个结果 当然 加0.7 跟减0.7 这个地方要一个 多一个负号了 好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是0.66 0.74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 我们有9乘5的信心 这个比例 拥有的比例是 66%到74% 那么这就是我们信赖区间 在比例的部分 的一个算法 其实是并不难的 在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大样本 大样本 简单 用Z分配来处理 那假设是小样本呢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用二项分配来处理 那么没有办法 因为在大样本的前提之下 我们才能够转成Z来做 那么小样本来说的话呢 就它是一个二项分配 就是说是非P则Q的 它是有或者是没有 那所以这是二项分配的一个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看看我们这样的做 其实是这个单元交得很快 那其实同学你要知道 只要是知道了点估计 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抽样分配的状况 就是它的期望值 以及变异数了以后 这个信赖区间算起来 其实是非常容易 而且很好算的